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热爱生活热爱厨房的朋友呢 大家都知道鸡蛋它分为两个品种 一种是白皮鸡蛋,一种是红皮鸡蛋 这一套点呢很直观 但是大家往往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就很纠结啊 鸡蛋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如果我们自己买来食用的话 到底是买红皮的好还是白皮的好呢 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惑了我20多年 今天算是弄明白了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呢,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完 视频的结尾有亮点 快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鸡蛋是人类最好的营养来源之一 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人体好处很多 它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提高人的记忆力 还有就是可以增加人的饱腹感 那么对于减肥呢,也有很好的用处 而且还能够降低体力的胆固醇 预防一些新血管疾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吃鸡蛋还可以美容养颜,延缓衰老 对一些癌症呢,也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你看,鸡蛋浑身上下都是饱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持用鸡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那到底是买红皮鸡蛋好呢? 还是白皮鸡蛋好呢? 答案就是,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啊 之所以产生红皮和白皮之分 是因为母鸡的饲养方式不一样 所以鸡蛋的壳颜色也会不一样 不过总体来说,两种鸡蛋营养价值都差不多 在我个人看来 能花一块钱买到两个生鸡蛋的 何必花三块钱买一个鸡蛋呢? 而有些鸡蛋的价格之所以昂贵 个人认为,还是因为给它贴上了某些标俏的原因 您说是吗? 对于这种问题,有想法的朋友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看 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些 挑选新鸡蛋的好方法 因为鸡蛋的颜色它主要来自于母鸡的生殖系统 它分泌的色素,鸡蛋是红亮还是白亮 主要取决于母鸡的品种 还有就是母鸡的喂养方式 那么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那么说完了鸡蛋的颜色差别之外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能够快速精准的挑出新鲜优质的好鸡蛋 首先我们拿一颗鸡蛋 上下左右给它来回摇晃几下 如果没有声音,那么这个鸡蛋是比较新鲜的 如果在晃动的同时,听到有流水般晃动的声音 说明这个鸡蛋存放的时间过久已经坏掉了 那么这样的鸡蛋大家千万不能购买 如果是新鲜的鸡蛋 鸡蛋的外壳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的膜 我们用手摸起来还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如果说太过于光滑的鸡蛋外壳 那也可能是存放的时间过久了 接下来分享另一种鉴别方法 打开我们手机的手电筒 把鸡蛋呢放在光筒上 用光筒照一照 我们在照的时候可以看到蛋黄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整个鸡蛋的透光是非常非常通透的 怎么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光筒鸡蛋的挑选与辨别 想必你已经学会了吧 如果你感觉视频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赞留言转发给自己的家人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